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的悬疑惊悚片浮沉迷世 这是一个由烂情引发的狗血故事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惦记着灶坛上 说的就是本片的男主人公渣男哥 影片一开场 几个红酷子弟正开着跑车在公路上撒着花呢 这是一个下着雨的不祥之日 红酷子弟只跟女朋友打情骂俏的时候 道路的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是喜的女孩小天天 红酷子弟多惨不及 咣当一下就撞了上去 几个熊孩子下车一看当时就吓尿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花季少女为什么会浑身是体的突然出现在公路上 这事还得从不久之前说起 渣男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婆蕾蕾性爱命人 女儿乖巧懂事十分可爱 渣男哥的老婆蕾蕾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自从跟渣男哥结婚之后 蕾蕾就把公司交给了渣男哥去管理 他自己则当起了家庭主妇 虽然蕾蕾退到了二线 但属于垂帘听政 公司的大权还在他的手里 说有这么一天雷雷和闺女在幼儿园认识了带着儿子玩的小夕 小夕主动要了雷雷的手机号 希望今后能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 由于雷雷的闺女和小夕的儿子同在一个幼儿园 因此这二位一来二去变得越来越熟了 转过天小夕把雷雷约到了一咖啡馆 说自己的老公出轨 正说着渣男哥和小甜甜手拉手走进的酒店 雷雷一看脑子当时就乱了 心脏病差点饭 这明明是自己的老公怎么就成了小夕的老公呢 难不成这孙子脚踏两只船在外面还有家 把小夕打发走之后 雷雷冷静下来仔细梳理了一些人物关系 最后他彻底搞明白 这个小夕就是他老公的小三 小夕主动跟他套近乎的目的 就是为了挑拨他和渣男哥的关系 而他一向信任的老公 其实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渣男 看着自己的老公搂着小甜甜 雷雷这心都碎了 等渣男哥走了之后 雷雷开始跟踪小甜甜 没过多久就下起了大雨 雷雷一个人狂奔在荒角野外 似乎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虽然这件事对雷雷的刺激很大 但他毕竟是个能沉得住气的女人 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庭 他没向有些女人一哄二闹三上吊 而是决定利用智慧离间渣男哥和小夕 浑身是血的小甜甜 被顽固子弟在公路上撞死之后 祖警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经过调查警方得知 小甜甜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一直跟他妈咪相依为名 当时小甜甜是从公路上方的鞋坡 滚下来的 然后才被顽固子弟车撞上了 而且在发生车祸之前 小甜甜的头部曾被人用石块击打 祖警官根据小甜甜手机里的信息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联系人 这名叫亚文的小伙子 不仅是祖警官的好基友 也是小甜甜的前男友 哎呀 没想到武汉这么小居然这么巧 转过天 雷雷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说渣男哥跟一个女人正在某酒店优惠 雷雷一分析就知道 这信息肯定是小夕发给他 雷雷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用相机真实记录了渣男哥和外遇牵手逛大街的过程 祖警官根据小甜甜手机里的信息 找到了渣男哥 渣男哥一看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只好承认了跟小甜甜的关系 并请求祖警官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为了防止雷雷发现 渣男哥还取消了对小甜甜的关注 为了搞清楚老公和小夕的状况 雷雷一路跟踪渣男哥来到小夕家 这俗话说 时间管理做得好 拈花惹草才不会露马脚 要说这渣男哥整天也够累的 不仅要两头跑 而且两边的情绪还都得招呼到 正所谓做男人难 做渣男更难 做一个会管理时间的渣男 更是难上加难了 关于小甜甜的案子虽然疑点很多 但经过调解 小甜甜的妈咪最终和丸酷子弟大声了和解 由丸酷子弟的老爸出现了一百平 但是对于小甜甜的前男友亚文来说 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 他必须要还小甜甜一个功能 于是他便开车来到了小甜甜当时出事的地点 在公路的斜坡上 他发现了一个钥匙包 和一个长期住手在这里的减废品的流浪汉 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雷雷以小西的名义给自己发了封邮件 就是那天他偷拍渣男哥出轨的视频 雷雷说 在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 你该不会跟这个女人去爬山了吧 渣男哥的解释非常的苍白 没有丝毫的诚意和说服力 气得雷雷光当一下就把卧室的门关上 这俗话说 一山容不下两只母老虎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转过天 雷雷再次开始了他的维权行动 他故意带着小西去买衣服 而且还买了两件一模一样 回到家雷雷就开始旁敲侧击的 把这件事跟渣男哥说了 说小西找他借钱 非要跟他买一模一样的衣服 对于渣男哥来说 他和小西的事绝不能让雷雷知道 不然他将失去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因此他怒不可遏的找到小西 上去就是一大嘴巴 吃瓜的小西这才意识到自己情敌了 他的对手绝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转过天 两位情敌在幼儿园见面 场面十分尴尬 火腰味十足 小西上去就使出了绝招 说我那个儿子可是你老公的骨血 听了小西的话 雷雷是心如刀割 难受的简直是没法说 回到家就开始拿小西和他儿子说事 故意刺激扎男哥 雷雷说我发现他儿子 跟你小时候长得还挺像 几乎是一模一样 听了雷雷的话 扎男哥以不跟突然窜上一股良情 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暴露 为了敲山震虎威胁威胁小西 雷雷从幼儿园 把他闺女和小西的儿子全都接走了 虽然雷雷没拿小西的儿子怎么样 但这件事可把小西吓得不清 其实小西刚开始 只不过是扎男哥众多外语中的一位 小西当时也没当过 可一不留人居然怀了孕了 而且还是一个男孩 这件事最终在扎男哥 那位重男轻女的老妈的介绍下 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听了小西的讲述 雷雷最终下定决心 要跟扎男哥离婚 并且收回了扎男哥所拥有的一切 换句话来说 他对扎男哥那可是真爱 他表示自己心甘情愿的 跟扎男哥吃上一菜 两个女人正心平气和的聊着的时候 扎男哥进屋了 这个场面实在是好尴尬 也是最有戏剧张力的一场戏 雷雷希望扎男哥能跟着他和闺女回家 但扎男哥最终选择了留下 也就是在这一刻 雷雷算是彻底死心了 雷雷这边前脚刚走 扎男哥又开始发飙了 小西说 你那些脏事我跟雷雷全门亲 你有我们两个还不够吗 为啥还要跟小甜甜吓回来 扎男哥说 小甜甜因为车祸已经死了 这事也就翻篇了 小西说 小甜甜的死全是你给害 这个时候电影开始闪回了 原来那天不只是雷雷在跟踪小甜甜 还有隐藏在后边的小西 为了以泻心头之恨 在公路上面的斜坡 雷雷首先用石块击打了小甜甜的头部 两人在纠缠的过程中 雷雷的钥匙包掉在了地上 雷雷走了之后 埋伏在附近的小西出现 把头破血流的小甜甜 从鞋盘上推了下去 这才导致了小甜甜 被顽固紫的汽车给撞死 而小西在干这件事的时候 不幸被住在附近的流浪汉看见了 为了堵住流浪汉的嘴 小西给了对方一笔风口费 雷雷带着闺女从家里搬走了 并且把扎男哥从公司给踢了出去 失了夜的扎男哥 只好回到了小西租住的那个小屋 但不管怎么样 在小西和雷雷的博弈中 小西最终胜出了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那个贪得无厌的流浪汉 再次找到了小西 小西没办法 只好把这件事告诉了扎男哥 为了彻底解决掉流浪汉这个大麻烦 扎男哥和小西开车来到了流浪汉的住处 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流浪汉也干掉了 转过天 亚文来到斜坡附近寻找流浪汉 在一畜水沟里发现了流浪汉的尸体 晚上亚文和祖警官在酒吧里 找到了正在嗨皮的雷雷 看到自己丢失的那个钱包 雷雷虽然一直说自己不知道 但铁证如山 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受唐诗压经 整天吃着家常菜还要惦记送外卖 身在福中不知福 简直就是臭无赖